我都要流口水啦 哈喽最近特别忙 所以吃播录的特别特别的少 那我今天呢就要再录一期吃播了 我今天吃真的是罗森的一个新品 自己已经出来有一会儿了吧 但是我一直没怎么吃罗森 所以就没怎么看的 它是一个海盐芝士菠萝冰面包 让我炒一下吧 反正外包装我挺喜欢的 特别的清新有下意感 它这个要是麻薯就好了 然后我买这个的时候呢 正好罗森这个在打折 所以这个原价是7块9打6折 上面是一层奶酥的样子 满满的一层奶酥可以看到 像我这种人一般吃种就先吃皮 没什么味道 不是那种甜甜的 没什么味道 看下里面的夹心吧 有点凄惨就前面一丢丢 没有什么 哦我知道了 里面呢是海盐芝士那种奶酪 外面呢 算是一层那种菠萝油的feel吧 然后总体吃上去的话 就奶奶的芝士味 对 只能说夹着新的地方是比较好吃的 还可以的 比较清爽 不夹新的地方就没什么味道 外面这一层 那是菠萝包的酥皮 是没有任何味道的 好吧 这实话呢 一般般 中间这是好吃的 嗯 甲心比较少 真的很少 要是有一个这种甜品 里面塞满了这种 那种奶酪的甲心的话就好了 这一定就是我的菜 我就喜欢甲心多的那种